現在有一個正方形的線圈 擺在磁場裡面 磁場是均勻的 用磁力線來表示 磁力線的密度是均勻的 代表磁場是均勻的 現在是說以下核種方法 可讓線圈上產生硬電流 線圈上會有感應電流的話 在什麼情況底下呢 就是說通過這個線圈 它的磁通量或磁力線素 磁力線素有變化 單位時間磁力線素的變化量 事實上就是所謂的感應電動式 感應電動式會讓上面產生感應電流 然後我們有個關係是 這個就是感應電動式 感應電動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感應電壓 就是說你把電盒放上去 放上去的話 它繞一圈 就單位電盒 比如說它一庫輪 一庫輪的電盒放上去的話 繞一圈能夠獲得的能量 就叫感應電壓或叫感應電動式 這感應電動式有這個關係是 就負的呢 D5DT D5的話是什麼意思呢 就在DT這麼短的時間裡面 它的變化量 也就是說感應電動式 事實上就是磁通量對時間的變化率 這磁通量是磁力線素 那如果呢 就是說被包在這個 線圈裡面的磁力線素沒有改變的話 它就不會有感應電動式 加個呼號代表什麼意思呢 加個呼號代表用左手 如果沒有加呼號代表用右手 比如說我們那個安倍電力 安倍電力的話 我們有個電流 電流事實上就是電核 對時間的變化率 這比照呢 電通量 這磁通量 磁通量對時間的變化率 這是一樣的 這是電流 有電流的話 上面就會有那個 那個什麼呢 那個感應的磁場 這磁場的話呢 你也可以這樣寫啊 就是說 比如說 這個如果叫做感應電壓 這個是感應電壓 這裡可以把他看的 這是感應磁壓 這個啦 這個是 你剛剛看的是感應磁壓 感應磁壓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等於是那個磁場 乘以那個什麼呢 那個繞一圈的這個長度 長度 他這個可以把他看的 看的是電長 乘以繞一圈的長度 我們知道那個 那個電壓 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電長 乘以那個線圈的長度 這可以這樣看 這個的話 他沒有什麼呢 他沒有加護號 他沒有加護號 代表什麼呢 代表右手 也就是說 電核對時間的變化力 如果是往這邊的話 那麼他 這個 這叫感應電動式 你可以把它稱為 那個感應電動式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 這是感應磁動式 這是磁場 這是電場 可以這樣看 這個呢 安平定力 這是用右手 這個的話 這是用左手 也就是說 如果現在的話 現在這裡一樣有個線圈 那我現在的話 這裡有什麼呢 這裡有那個磁通量 磁通量的話 如果往這邊增加的話 往這邊增加的話 那麼他的感應電動 往這邊 不過加護號 加護號的話 所以要顛倒過來 有時候 為了方便的話 我們就乾脆直接 什麼呢 直接用左手 所以不好代表左手 也就是說 如果 當你那個 這個是這樣子 就是說 如果用右手的話 磁通量呢 往這邊改變 往這邊增加的話 所以本來他 感應電動式應該這樣子 加護號呢 就變成這樣子 就這樣到 那我現在的話 直接用呢 左手 直接用左手的話 磁通量往這邊變化的話 那麼感應電動式就往這邊 那以後的話 就用左手 這個左手 有一個名稱叫做 左手浦萊銘定整 右手的話 有一個名稱叫做 右手安平定整 加護號代表用左手 好 那現在的話 也就是說 如果假設 假設這裡 那個磁力線數有增加 磁力線數就是磁通量 磁力線數如果往那邊增加 往那邊增加的話 感應電動式就這樣子 那上面就會有感應電流 如果是減少的話 那代表他變化率 變化量是往這邊變化 那如果我們這邊變化的話 他感應電流 感應電動式就往這邊 上面有感應電動式的話 那就會 上面就有感應電流 如果呢 這個線圈有那個電阻 那就用RI 那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把什麼呢 這是歐姆電率 這是啥子 這是電壓 感應電壓 V就是IR 那這樣我就可以把什麼呢 把上面的感應電流給它算出來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他是怎麼問的 他的話呢 是問說 這個他說 以下核種方式 可以使線圈產生感應電流 我們看A選項 使線圈沿著AA'走移動 他說 沿著這個走移動 這個 這個 都是有磁場 而且實際上是均勻的 所以你往這邊移動的時候的話 這個 設計 就是說 這個線圈包到的磁力線素沒有改變 那線圈包到磁力線素沒有改變的話 上面就不會有感應電動式 所以這個不會有感應電流 好 再我們看看B選項 使線圈繞著AA'走轉動 你繞著它轉動的話 它就有改變了 為什麼 比如說它是這樣轉的 那這樣轉的話 它那個 線圈包到磁力線會減少 線圈包到磁力線減少 那線圈 磁通量往那邊 那減少的話 代表什麼呢 磁通量變往這邊 那上面會有感應電流 感應電流是那樣大 所以它上面它會有感應電流 不過現在我們叫硬電流 感應電流就叫硬電流 然後再我們看C選項 使線圈沿著CCPLAN轉動 沿著這個方向轉動 沒有 移動 C選項是移動 它是沿著這個方向移動 但有過一線圈已在磁場外 就是說它在移動的時候 有一部分的話 跑到什麼呢 跑到外面去了 那跑到外面 這裡沒有磁力線素 也就是線圈包到的 磁液線素減少 磁通量往那邊 那減少了 所以這個時候 那個磁通的變化往這裡 所以感應電流是往這邊 上面就會有感應電流這樣 好 所以這個也會有 C也會有 這樣看D 第一選項 使線圈繞著CCPLAN走轉動 繞著這個轉動也會有 假設我們是這樣轉 是這樣轉 那這樣轉的話 這個就上來 就下去 那包到的那個磁液線素 變少了 齒通量往那邊 那磁液線素變少的話 所以齒通量變往這邊 上面的電流是這樣繞 所以這個也會有 好 那一 那一的話 一選項 他說 讓這個線圈繞著轉軸轉動 這個軸在原地上轉動 那麼他射進去裡面的磁液線素沒有改變 所以他就不會有感應電動式 也就不會有感應電流 所以這沒有 所以答案應該選VCD